我们只是长大了又不是瞎了 明明是同一角色 怎么审美差距这么大 新版天龙八部的段玉 进了王羽燕后 直接凑到尿裤子了 编剧不会觉得这样很幽默吧 果然经典能成为经典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以前的小玉活泼灵动 仙气十足 现在的小玉还没以前老到年轻 我是妖怪 你失了 我叫小玉 以前的乔峰高大威猛 一身正气 现在的乔峰头发蓬松 整个一精神小伙 在下代帮乔峰 他就是乔峰 这确定是陈香 不是把魔尊放出来了吗 寻找开天后 然后救出我父母 我们就可以复活他 我叫陈香 陈香 陈香 陈香和蝶珠 陈香日夜 赵燕俊版的杨姐 引起逼人 妈妈还问我说 那个焦燕俊是不是像那个 电视上看的一样帅 我说对呀 非常非常帅 然后我就说 哎呀 编曲是怎么回事啊 焦哥那么帅 我为什么会不喜欢他呢 而现在的二郎神 连三插几都举不起来 你的那个孽种 已经长大了 大声救我 被一位黎米的搜影章 算是可以的了 直到我看到了原本 要打杀我 手机不甩 这很帅了吗 把女子送你一张 这些有理了 人群过后的公孙策逐渐落寞 你管这叫书生气 我竟然没有公孙策的年 抬高八抖 学富武车 没错 这是哪儿都有你啊 毁灭吧 赶紧来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被犬式的淋漓尽致 唱着 他们竟然敢说 我没有包紧帅 他唱着 他笑也不知 也不一句 是小说 太下人 心望 真提名 不负任 太上旧消失 高宇约的周芷若 吃完了第S 原来苏友鹏当年 真的没有说谎 我真的被他的眼神 有震撼到 就是他那个回眸那种哀怨 他那种 你这个父亲看 都是你 你会找出羽影 拥抱心和腕力 将这世间温柔 勾进手眼底 山河湖海 溪流团结 不留着你 愿你如风乱 日有气息 再看看新版的周芷若 终于理解张无忌 为什么逃婚了 身前修长 清裙夜地 秀若兰芝赞雅脱俗 网络仙子下凡 是人世间极少的绝美女子 这个周芷若你爱了吗 升到名之后再无八贤王 八贤王到 学生之前演出 无意冒犯 还请王爷的将军 可是无爱 和每天的钟灵 就是我心中的 才美天花板 视镜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是演的 不是太好的 不过呢 就是感觉形象还比较 哎有点贴切 笑你往往花光心 来敬族镜花那美丽 把幸运回转眼远水 为当 新版的故事 我以为是傻锅走错了片场 好玩好玩 这人说话跟绕口令似的 真有意思 真没降起了何止颜值 还有演技 走过走开 我没有放心 也不会离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 本消息刑不公明 肚不改信 翔州渡兵验是 点墨价